不是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还好 还好不是那个 太冒犯了 真的太冒犯了 对 我们两个加入这个 我们不玩 我们不玩一下 完了 死了 死了 首先进入童年照 猜猜猜游戏环节 我们将公开你们的童年照片 请大家一起猜猜看 是谁的照片 并请她介绍照片的由来 向大家分享 自己的童年趣事儿吧 这个是 二分之一的概率 我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那就单一纯了 我觉得不像 因为这个年代感 不太像是小单 和他们会拍出来的照片 对啥 等一下 他有没有可能是个男孩子 有没有可能 我怎么感觉像 像端端呢 我怎么感觉 对 啊 哈哈哈哈 对 你手别挡 啊 哦 哦 哇 就是你 真的很像 就是你 就是你 哈哈哈哈 怎么 哈哈 喂 没办法拍你 你脚片一下 你脚片一下 哎 他脚片不了 他俩拍照片不会是这个背景 对 像素会更高 是不是 那真的太像了 认识了是吧就是我 哥你是女孩吗 我我 就这个不重要 最后是待会可能会提什么题 那谁看细节 会不会问她的刘海有几缕啊 哎呦我正数呢无聊 哈哈哈哈 哎呀等等你先说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吧 这张照片的背景 这件衣服呢是我的 就应该我叫姨姥姥 早期的时候他们带回来的这些东西 这怎么爸爸怎么都喜欢女孩子 把儿子打扮了女的呢 因为我奶奶他就是比较觉得这个小时候长得秀气 秀气 就他们觉得可能小 有时候愿意把男孩往小女孩打扮 虽然特别不好意思啊 但是说小好看 谢谢谢谢 哎呦没你好看没好 你真的好看 那咱俩都两个风格 哈哈哈 啊真的是他 我到现在我还以为他正在演 我还觉得是他的 我真的 我说这人真能演 好有信念感啊 这就是他的照片 真的呀就是端端啊 哎呦我真的 哈哈哈 来个问题 妈妈的姨妈爸爸的姨妈 妈妈的姑妈 他说他姨姥姥姥姥姥姥就是妈妈的姨妈呀 那蔡老师姥姥姥应该是爸爸那边还是妈妈那边 姨应该是妈妈那边 姨应该是妈妈那边 姨是妈妈对 姨姥姥姥是妈妈的爸爸的妹妹 妈妈的爸爸的妹妹 叫姨姥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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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 不是等一下 为啥呀 姨姥姥啊 就是妈妈的那边的呀 你管妈妈的姨妈叫姨姥 你爸爸那边才叫姑妈呀 不是妈妈的姑妈 妈妈的姨妈 请看下一题 啊这个太明显了吧 这也太明显了吧 这一眼就知道是谁好吗 嘎嘎嘎嘎嘎嘎嘎 这不是你吗嘎嘎嘎 这一看就黄子呀 这一眼就你呀一模一样 首先就是这个背景啊 包括这个照片的这个这个质感啊 年代感是吧 就是要排出很多人 给他排出一半啊 哈哈哈哈 确实是确实是 阿云的 为什么拍的时候在皱眉呀 因为这天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 呦 我们小时候我在牧区嘛 啊然后呢到城里边 我们家里边想拍一个全家福 嗯 然后呢我妈正好带我进商店的时候呢 我看到了个玩具 我想买这个玩具 我妈就说拍完照再买 我说你你你给我买了 我就我就拍 哈哈哈哈哈哈 我妈就没理我 我就开始 躺在这边上驴打滚 你知道吗 啊知道 小朋友就不行 我们不买不行 打滚 然后完了以后 我妈拿这么粗的棒 这照片是被我妈狠狠的揍了一顿 哭了哭了一顿被拍出来的照片 管车 你这张好玩的 其实挺美好的 好的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吧 好 会这么简单吗 你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哦 好 每人分享结束 我还准备力到关于他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歌手的童年照片 和他分享的故事当中 答对题更多的四位歌手 将拥有在现实交流环节 率先出发的奖励 好的谢谢 太厉害了 请注意 回答关于自己童年照片的问题 并不会记住得分 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注意力 放在那个照片上了 我一定要盯住照片 好 那我们看下第一道题是什么吧 照片中阿姨和小朋友手的位置是怎样的 哇 这谁知道 这啥啊 他居然有一样高 这个答案就一定不是一样高 杰德哥 你现在站起来 然后我说你不开心 你手比一下 三二一不开心 原来一样高 一样高 要硬说的话 左边高一点 哎 杰德哥 你两只手不一样长哦 杰德哥你高低肩 你是不是老右肩单肩包 他生气会斜肩的 对他会斜肩 他左手会垂一点 有被吴语刀 好我们请开始作答 举出你的答案 三二一 好 来吧 那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好 正确答案是A 左手高于右手 只有约新高答对对吧 这很无聊的问题 但是恭喜你们吧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 这个一看就是 这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是你啊 这不是你吗 我 这不是你吗 这一看就是你啊 从哪看出来是我了 这不是你了 这眼睛不就是你吗 被穿到了 这眼睛 这不是你吗 这都搭了 这跟我一样了 就都搭了 这哪有我眼睛好看啊 你 真假的 这么认真 就是你的吧 就是我 就是我 是啊 就是他 这个确实眼睛有点出卖我了 因为我我小时候就主眼抛 我现在也有点主眼抛 当天呢 我穿的是一身那种功夫装 我姐姐非要穿我那事 她就把她的衣服换给我了 然后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换上这个衣服 还那么高兴 而且甚至还会提裙鞭 还会提裙鞭呢 关键不是 她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我腿盖子还有点这样 但那个发掐也是自己 强烈要戴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自己要戴的 这个小时候的这一次尝试啊 我觉得对我以后的影响非常深远 哦 讲话说 你知道吗 我那个读那个幼儿园 我在学校呃表演那个文艺节目的时候 就是我们演那个拔萝卜 拔萝卜 拔萝卜里面有 拔萝卜 拔萝卜 哎呦哎呦 拔萝卜 小朋友快快来 快来帮我来拔萝卜 对 然后是一个角色一个角色的叫过来 然后其中呢 有有老爷爷老奶奶有动物什么有演萝卜的哦 然后我演的就是那个老太太 哈哈 然后呢我还非常喜欢姐姐的那双白色的那个跳舞鞋 哦 好吧看看看题目吧 鞋子什么 哎哎哎你碰碰碰我的梗了 我刚刚说的白色呢 他说的白色那肯定就是c 哈哈哈哈 你把自己聊爆了 对啊 这我也不知道他题目会这么出 嗯 你说是黑色我就选黑色 你说是中色我就选黑色 我没信你 我选没穿 啊 没穿 因为就是没穿吧 5秒钟之后我们给出我们的答案 5 4 3 2 1 哇都有啊居然 所以答案是 恭喜 艾云甲同学还有蔡国庆同学 耶 全是黑色 可以吗 小姬姬有一点点小黑鞋 哎呀 哎呀 这跟没穿似的 哎呀 首先排服 周深 一会公布是你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要装作 啊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你 好了你说说吧 就是我高高中的时候去北京考试 对 然后去考的艺术特长生 对 然后他就就这样 就到了那肯定想拍张照吧 是 因为为什么没有找更年轻的照片 因为我没有小时候没有拍过照片 哦 哦 就爸爸妈妈都很忙啊 包括什么之类的 所以没有人帮我拍过照片 但真的是好青涩的那个面容 真的是哇 一个小男生 对就看着就很年轻啊 好我们看问题是什么 上午中午下午 下午 我想想 这很简单 要根据那个日照 那个方向 根据日照 我低比提 那个角度 这边的位置是哪边 天安门是 座北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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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北潮南的 东边太难 望向东边的上面的时候是在这边 ok 上午 上午 ok 3 2 1 上午啊 正确答案是 中午中午 啊哈 你怎么猜对的中午 你怎么猜对的 有有我感感觉 眼睛有一点点眯 对 然后阳光最烈最烈手 然后当时我的我的影子 其实你看其实没有什么影子 所以就当时那个太阳他已经 已经挪到挪到正中间背后了 所以他就是照在照在头上的时候的眼子 下一个 哦 肯定排出小女孩嘛 左边是我们的 蔡老师 蔡老师那会儿应该是黑白的呀 你们什么意思 一会儿要是蔡老师放出自己的不是黑白的 怎么办 不是 因为我爸妈的小时候就是黑白的呀 但那会儿照片可以上颜色 完蛋了 这样 先让蔡老师说说她这张照片发生了什么 啊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眼神主要是 去到一个乡下去看我一个远方的亲戚 哦 爸爸就说你买的给他喝啊 我就舍不得我就自己那坐着喝 蔡老师变不下去了 变不下去了 不是蔡老师吗 哪个是你 哪个是我 哪个是我 哪个 哪个是我 你为什么要剪短发 我气死我了 你猜是左边那个是她 我故意的 这很明显右边是我 这小女孩是我妈 我妈跟我说我小时候非常凶 因为没有那个饮料喝 对没给你喝上 我就跳起来去把那小男孩的额头咬了一个 好 你跳起来咬人家额头 别生气别生气 来长大之后有更好喝的饮 哎呦哎呦哎呦哇哎呦 这表情 得是客群哥了吧 是 从小就插着腰 你在看什么 没有那时候只是我妈帮我拍照嘛 那个黄色这个咋是个星星吗 太阳吧 那太阳也那是不是画的有点感觉 哎哎哎哎等一下没看 哎呀 他出现了几根手指 他是斜着的 有可能是八根 九根也有可能啊 那万一他喜欢这样站呢 八根 八只 八只 七只 yes 八根 我数了 我数了 嗯 我数 好的 哎呦 嗯 这是我小时候就是会觉得自己很牛的 嗯 拍照的 那你后面有可能 都会 客群哥那你现在是怎么拍照的呀 现在是这样 哈哈哈哈 小时候就已经开始这样了 小时候开始了 小时候看见没比赛 哈哈哈哈 好我们下一道题 哇 小美妞 哇 这个一眼太明显了 做什么 太明显了 哈哈 这明显啊 那小脸蛋晒得跟小苹果似的 这个是当时我因为喜欢看那个樱桃小丸子 然后让我妈妈给我剪的那个樱桃小丸子 她的发型 有几颗 这个不知道了 哇 小时候你看我现在干什么 这哪 这哪知道呀 看到了 我知道 姓我选C 不 复兴 左边一颗 随便写随便猜吧 去居中吧 对答案是 对 没有 你也没对 你也没对 那你那个上面的那个点是什么 左边那个点是个窗 都开始玩字眼了吗 对 都开始整这种了哈 其实我们其实是明明有看到有个东西的 对 然后他说它是个窗 然后拿豆来迷惑我们 哈哈 我好想体会一下能够猜对题的感觉 嗯 来我们下一道题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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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 这这就对了吗 而且果然是黑白 哈哈果然是黑白照片 这个是在 76年的时候 76年 你爸妈还没生呢 76年怎么了 你爸妈 我爸妈刚生 爸爸妈妈刚出生啊 刚出生 76年胖 这个时候是在演出吗 演出啊 这个演出是什么呢 是国宴的演出 哇 哇 哇 演出的地方呢 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厅 哇 当时是欢迎这个西哈鲁克国王和夫人的国宴厅 哦 当时坐着的我记忆中央首长有邓颖超奶奶 哦 就周总理的爱人邓颖超奶奶 第一次进大会堂彩排的对我来说 真的那就是蒙了自己 看着如此耀眼的那个国宴厅 看着那个巨幅那个画像江山如此多焦 然后上了一个个台阶子的时候 我觉得我小腿都在抖 哦 一共有五个节目 前边的是少儿的一个舞蹈的节目 跳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翻开的洋生 对 然后我后面的节目呢是 中国的民族契乐的春江花月夜 哦 春江花月夜 压轴出场的是谁 哦 那就是我们国家这个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歌唱家 就是波兰英阿姨 哦 哦 我的祖国 我是第三个节目 我是整场的唯一的一个同声独唱 独唱 哦 哦 那会儿就收了舞台 唱的那个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歌 叫小号所制歌 转眼 哎呀 五十年过去了 哦 哦 哦 这才是人民的艺术家呀 向蔡老师学习 来我们看一下问题是什么吧 发的是哪个音 红 红 有可能红 红 手 红 红 熊 熊 熊 我觉得那会儿小朋友的表演应该会严格根据歌词来表现自己的动作 对的 对的 就给出的动作啊 所以说大概率应该是熊 熊 来 三 二 一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哇 这场演艺 来一下 对 快点 这当响词啊 好可爱 我不想这是前程 是吗 他要从音程开始想 现在到主歌了吗 对 君豪大大的吹 来了又几对 红旗迎风飘 迎风飘 飘 这合你吗 君浩大的吹来了又鸡堆 红旗对 来 我再重新表演一个 坐 来 君浩大的吹来了又鸡堆 红旗鹰风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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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音尽 坐着整整一楼框 我将你的夜年来给我闭上 一边着你好的话 坐着那只长 都给我妈妈写上 别太牵引 让我记号不分 你我在哪儿收拾放弃 失眠不过是偏爱心理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也会很多人选吧 现在年轻人很多都喜欢听这样 这个歌对 因为他会带点轻松唱的部分 对 他有那个律动 好听的 有想对前任唱的吗 好会我问你 全万无前任 您选大厅其余歌手现在可以出发 走 二皇子 老四快 嘎嘎 你在这里 你想骗 我吗 有 有 那个 我俩呢 一直在里面是吧 在里面 里面肯定有人能买在这 也帮我说了 就去一了 但你们是先去的吗 没有 没有 我们这边是看着的 对啊 看着你去哪 我也去这 我们去一啊 你们呢 我们其实也是去一 没关系先去 那我们就 你们在那里面先去 没事没事 你先去吧 那 好纠结啊 还有人吗 因为你的那个 哦 我们回答 对不起 等一下 马上 不先聊 有人了 有谁啊 客群哥 客群老师 哇 都冲着一个圈 有准的牌子 好想知道 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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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灯机制限时一分钟 现在开启 报灯机制限时一分钟 现在开启 报灯机制限时一分钟 现在开启 我们两边这样 这个是成功了 没成功 我手都摁通了 有没有人跟我说一声 反正我觉得这是从 录咱们音乐园计划开始以来 到现在我是最拼的一次 请注意 暴灯机制 限时一分钟 现在开启 当时百米加速的速度应该挺快的 你好 老师好 你好 老师好 你聊 你们聊完了吗 你们先聊 先聊 天哪 等会儿我再过来小男 好嘞 你聊完了几个 一个 你已经去了一号 但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不会找你吗 你觉得 对 为什么 我觉得一号的歌 你们两个唱都会比我的对 因为你们唱会有不同的 感觉 我唱的颜色会跟他很像 但是又不是他的 你唱的颜色会是这样 不同的 不同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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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你不是这么变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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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是这样 哦 哦 耶 还好 还好不是那个 太冒犯了 真的太冒犯了 对 好 对 好 我们两个加入这个 我们不玩真正的感觉 完了死了 死得很彻底 完了什么意思 你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说的什么 上上网吧 上上网吧 别偷走 不要一天到晚练肌肉了 啊 赶紧上网吧 就是七位老师 真有个直播机服 你们两个唱肉 很大 都是你这个古同人看的 古同人 这个古同人 好饱饭 现在揭晓万众瞩目的爆灯结果 一号房江浩南的《忘了我》 有一人爆灯 爆灯的是 刘端端 东勋鲲 本期歌曲《忘了我》将拥有 由周深和刘端端诠释的 两个舞台版本 很舒服 四号房李正的 把最后的温柔给邻居家的狗 狗 有艺人爆灯 我一定会爆灯 直接爆这张 真爆灯了 我哭死了 我真的哭死了 我要 这个这个图上照片是谁啊 爆灯的是你 照片是 这个爆灯照片真的很像你是这一次的消灌的照片 下次那么换眼新的照片 本月最佳消灌 王远欣 请选择李正的歌手齐力 其实我一开始想的这首歌是可能吴克群老师比较适合 好 完了那你不想选他是不是 但是 但是我们王远欣老师近来就像一道曙光一样 非常坚坚坚坚坚定的选择了我 然后直接就全入了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 你给他了吗 你没给 他全入了 你就放弃了争取 那如果吴克群老师也给了你一张的话 你会改变你现在的选择吗 如果 如果吴克群老师现在给了我一张的话 他欧应你给六张 你怎么选 我这边还有六张 我为你爆肝 对不起 吴克群老师 我还是会选王远欣老师 一个为你爆肝 一个为你爆肝 你一定要做一个爆肝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会如何诠释本场节目当中的第一首英文歌曲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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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一会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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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了 直接头发把我扇傻了 我靠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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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太好了